13.8万买套房 没有购置税 水电无忧 BID新款电动清卡卖疯了 衣食住行全都包堪比大别墅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出行需求的不断提高 现在的NPV车型 露营车和房车越来越受到关注了 特别是房车 它就是一个可移动的家 既有沙发 冰箱 大彩电 又有厨房 厕所和卧室 在房车内还可以站着行走 这是一般车型做不到的 它极大的提升了出行舒适性 无奈房车的价格还是有些高不可攀 那些稍微高端点的车型已经达到百万了 即使价格便宜点的也要好几十万 对于大多数消费者来说 房车就是一件奢侈品 那么 有没有那种价格平易近人的房车呢 近日 BRD新款混动房车全面上市 衣食住行全都包 堪比大别墅 售价只需13.8万元 那这款房车究竟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外观上与BRD经典的T5相式清卡基本相同 经典的黑白双拼色前脸 搭配上造型独特的龙爪大灯 整体外形经过精心的设计 有着低风阻的优点 BRDT5混动房车专用底盘 轴距3.3米 总重4.495吨 可乘6人 持有吸正就可以驾驶 而且作为新能源侧害免蒸垢购置水 搭载比亚迪磷酸铁锂刀片电池 动力电池系统额定电压339.2V 电池采用低丝快充 30%到80%充电时间小于0.5小时 电机要定功率70瓦 约95马力 车身上装由威视节房车生产 属于诺沃轮新能源系列 这是一辆差电式混合动力车 它的发动机不直接驱动车轮 而是通过电机为车上的电池充电 由后桥上的一台电动机来进行驱动 也正因为如此 它的续航里程可以大幅增加 车里装备100升大油箱 满油满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 BRD1.5T高效混动专用发动机采用米勒循环 高压缩笔设计 再加上低张力火塞 低摩擦运动系统 低粘度机油的应用 让发动机最高热效率达到41% 发动机效率高 能量损耗少 发电效率和整体效率也都得到了提升 行车30分钟可发时度电 行驶时节能 发电又快 是BRD混动房车的一大优点 驱动电机采用了集成化设计和轻量化设计 低滚组轴承 低粘度油品的应用让电机高效趋大于50% 电机最高效率达到97% 考虑到房车市场的广阔前景 BRDT5DM房车专用底盘上应用了电池直冷的先进技术 电池换热效率提升17% 让电池注意安全高效的工作环境 提升了产品的安全性 T5DM混动房车专用底盘同样可以翻转驾驶室 车身与箱体可以分解掉离 生产改装 维修 保养都很方便 排气管在车架左侧 油箱在车架右侧 采用24B电路系统 低温启动效果好 车辆超过百万公里路况验证 通过了高温 高寒 高远等严苛环境检验 可靠 安全的品质使用起来更放心 底盘采用三重盔甲式防腐方案 同时对减震其阀系 衬套 悬置进行刚度调校 使得阻尼特性达到绝佳状态 行车更稳更安全 标配BS液压制动系统 响应速度提升4倍 紧急制动性能提升50% 同时无空压机打气声音 夜间启停车辆噪音更小 BRDT5驾驶是采用高强度车架 85%度新版打造 可乘坐三人 整车内是以黑色和灰色为主 车上配有一键启动开关 电动门窗 自动空调 多功能方向盘 EPF电动助力转向 操作起来舒适便利 乘用车级智能座舱 车内空间大 静音舒适 米风信号 此外还配有定速巡航和倒车影像 体现了BRD商用车注重安全的理念 开关面板上可以选择EB EA驾驶模式 旋扭换挡 电子手刹 自动驻车操作起来非常方便 仪表台中部下方有ESB插孔和取电插口 车身箱底尤为视节制造 采用出口级高光玻璃钢板 以零级环保板材 用料扎实 工艺烤旧 车上备有全车空气净化系统 集成燃气灶 电桃 烘烤一体机 全车净水系统 多功能豪华卫浴系统 箱底分为清明板 标配板 旗舰板三种 标配板设有350升净水箱 150升和水箱 50升热水器 还有房车专用冰箱 下沉试柴油灶 智能洗碗机 10千克烘干消毒液体式洗衣机等 清明板配置稍低 价格实惠 旗舰板则更为豪华舒适 从一些露营爱好者 爆改比亚迪T5DM 到专为房车场景打造的 混动底盘正式上市 卡车一族也从这款 性能优异的混动 清卡底盘上看到了更多可能 特别是在越野 旅居等要求下 一款动力输出有保障 血航不焦虑的新能源 房车底盘早已是市场的呼声 而且该车的驾驶区和生活区是独立的 生活区的车门在车辆右侧后方 位置有点高 上下车不太便捷 不过在车门底部有隐藏是脚踏板 需要卖几个台阶才能上下车 那时设计上 还是做到了与时俱进 不过显得十分简洁 该车配备了液晶仪表盘 中控屏幕 多功能 方向盘 选扭式换挡机构 自动驻车和电子手刹等 看上去很有科技感 但是在用料方面却以银塑料为主 稍显廉价相比那些燃油房车 特别是柴油房车 这款车还有一个优势 那就是特别安静 在增程器不启动的情况下 就和纯电汽车差不多 即使增程器启动了 传出的声音和震动也不大 开着它出去旅游还真有种宁静之远的感觉 除此之外 比亚迪T5能在很多新能源车型中被动脱颖而出 并且被誉为先天房车胜体 还有一下几点原因 第一个是乘用车同源技术的大量应用和非常专业的自驾理解 举个例子 这款轻卡采用了比亚迪乘用车同源的智能座舱系统 车机带来的交互体验和娱乐感受是同级别轻卡所没有的 房车客户群体都是年轻化或者乘用车的受众 在驾驶时的设计 包括这样的配置上 比亚迪T5更加年轻化的设计语言 通过改变原有载货需求的减震器阻尼 板黄刚度 悬架整体匹配调校 带来媲美高端乘用车的驾驶感受 再也不会让轻卡房车车主感受到开车很累 停车去后面休息更爽这样的割裂感 T5这波绝对是狠狠上大分了 第二点 配件的通用性高 这里很多卡要反驳了 很多卡车也通用 为啥到比亚迪这里就是优点了 此处要注意的是 很多比亚迪乘用车的配件同源 降低了房车车主在使用车辆过程中 商城跨越带来的不便 第三点 底盘的高扩展性 比亚迪T5可谓是打响了新能源清卡房车的第一枪 对比以往的燃油车 新能源房车底盘在整体布局结构上有了更多的拓展性 与上装的供电智能化协同 场景化改装都更为便利 值得一提的是 无论房车底盘还是城市物流清卡 比亚迪T5超高的性价比也是一大优势 清卡房车底盘贵 城市物流又改电成本太高已成过去 油电通价甚至电比油低的时代正式开启 总而言之 无论是在繁忙的城市街道 还是在宽阔的城际公路上 比亚迪T5实现了从物流到生活多场景兼容 新能源混动清卡也从一个货运小众领域逐渐被更多的人熟知 在一个领域做久了 往往会陷入思维定势 就像提到新能源清卡就会想到物流 即使加上以车为家的前提 也只会想到舒适性 从这个角度看 围着风口转有时是对企业的伤害 因为会自我设限 忘记商业的本质是为用户提供更好的产品 被靠比亚迪集团的比亚迪商用车 在做新能源清卡时有更全局的思维 更发散的理解 再加上全新混动专属平台的推出 扩充了产品的应用场景 让极有能力去填补更多空白 也善于用新办法替换老办法 把跨界的知识引入到自己的体系内 值得关注的是 在混动房车专用底盘亮相的同时 比亚迪商用车还与两家房车企业 分别签署房车底盘推广三方合作 框架协议和采购合作 这将进一步提升T5房车胜体的竞争力 推动房车底盘急证车业务发展 新能源物流势头阵望 不少清卡品牌将助依立在这一领域 而忽略了红利总有一天会结束 而积累了品牌信用 产品优势和深度挖掘能力的比亚迪商用车 抓住现在更把握未来 随着更多新应用的出现 对比亚迪T5的想象 不妨再大胆一些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